被逼到悬崖边上的俄罗斯终于开始破釜沉舟了,从俄罗斯国内传来三大消息,每一条消息都让美国和北约心惊肉跳,一是战争机器启动,就在俄乌战争进行到白热化的时刻,俄罗斯宣布现役士兵增加至150万,也就是再次扩军了18万。 在大举扩军的同时,俄罗斯也开足军工马力了,导弹生产线也已经全面复工,不但苏联时机两万辆已经尘封的战车再次投入使用,面对北约援助的乌克兰在无人机方面的优势,俄罗斯也开始大力补弃无人机的短板了。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视察军工厂的时候,也已经披露俄罗斯的无人机生产,获得重大突破,将有140万架无人机投入使用,这也证明俄罗斯的无人机生产效率开始大幅提升了。 随着俄罗斯补上无人机这块短板,也让乌克兰在战场上的无人机优势荡然无存,这也让本来就在俄乌战场上不占优势的乌克兰将会更加艰难,让美国和北约更加心惊肉跳的是,就连俄罗斯的护国大杀起萨尔玛特州级导弹,也宣布投入服役了。 要知道俄罗斯的这种可以携带,多枚核弹头的萨尔玛特州级导弹,那就是为美国和北约量身定做的,而如今也开始宣布正式出战,这已经表明俄罗斯此时已经将实力摊到战场之上,已经开始进入战事状态,发起全力一战了。 二是强硬派上台,伴随着扩军消息传来的还有梅德维杰夫的消息,梅德维杰夫又有了新职务,被任命俄罗斯武装力量征务委员会主席,主要负责组织俄罗斯本土防御和军队建设,加强扩充军队,提高武器装备的产量,以及加强边境地区的防御。 要知道此前的梅德维杰夫曾经多次释放出来对西方的强硬言论,并且多次释放出使用核武打击西方,以及摧毁基辅的声音,而如今随着梅德维杰夫突然有了新的任命,再加上俄罗斯萨尔玛特洲际导弹开始投入实战使用。 很明显这不仅是俄罗斯已经举国进入了战事状态,还在为与北约可能发生的冲突做准备了,三式战略结盟互之欲出。 我们看到俄罗斯在国内进入举国战备状态,开动马力生产的同时,9月19日普京还批准了与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,再加上此前和朝鲜双方结盟,也就是说正是美国的步步紧逼, 让俄罗斯和朝鲜、伊朗更加紧密地站在一起,反美三件可联手行动,共同对抗美国霸权。 这也是美国极不愿意看到的,俄罗斯的突然蜕变和决绝,可以说超出了美国的预料,也让北约都措手不及。 前苏联解体之后,美国和北约没有一天放弃对俄罗斯的围剿和知己,无论俄罗斯如何低头求劳,大快头的俄罗斯始终不被美国和西方所接受。 北约更是将此前和前苏联签署的相关协议,全部撕了个粉碎,一步步北约东扩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,把刀架到了俄罗斯的脖子上,也彻底引发了北级熊的重天之怒。 俄乌战争从此爆发,但即便是俄乌战争打响,俄罗斯仍然不愿意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彻底撕破脸,也不想和乌克兰鱼死网破,正是俄罗斯的优柔寡断。 这才让美国和北约有了可乘之机,终于把一场本来可以早早结束的突袭之战,最终打成一场为期三年,双方都是人惨重的持久战争,正是美国和北约的步步紧逼,正是乌克兰的痛下死守。 终于让俄罗斯放弃了所有的幻想,开启了全力一搏,可以说正是美国和北约的变本加厉,又重新唤醒了一个庞大的战争激起俄罗斯。 这恐怕是美国和北约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吧,在俄乌战场的硝烟中,俄罗斯似乎再次稳住了阵脚,而美西方国家却不愿建好就收,企图通过松绑乌克兰,让乌军有能力攻击俄罗斯纵身目标。 这一大胆设想瞬间点燃了国际社会的紧张神经,尽管这一计划尚未付诸实施,但其潜在后果已足以让俄罗斯发出强烈警告,并引发全球关注。 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全世界发出最后通牒,入乌克兰获准发动大规模纵身打击,整个北约都将面临俄军的直接威胁。 此言一出,无疑为已经紧绷的俄乌局势在天一把火。 普京的警告,不仅是对乌克兰的直接施压,更是对北约的一次严正警告,表明俄罗斯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上绝不妥协。 就在普京发出警告的前一天,即9月12日,乌克兰官员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英国外交大臣拉米访问基辅期间,频繁呼吁使用西方远程导弹,打击俄罗斯内地目标。 这一提议迅速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,并预示着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对抗,可能进一步升级。 据可靠消息透露,美英两国正考虑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期间,即9月24日至30日之间,正式宣布解除对乌克兰使用西方远程武器的限制。 这一决策若成真,无疑将给俄乌战场带来颠覆性变化,同时也将北约推向了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边缘,面对美西方的步步紧逼。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聂边甲,在安理会会议上针锋相对地表示,若北约国家允许乌军使用远程武器,将彻底改变俄罗斯与西方阵营的关系,并可能引发全面战争。 他强调俄罗斯将被迫做出相应决定,而西方侵略者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,包括欧洲北约国家在内的众多目标,都将面临俄军的打击。 值得注意的是,在美国白宫方面,面对普京的强硬立场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,美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,表示无意宣布任何有关乌克兰,积极使用远程导弹的新政策。 这表态虽然看似是对普京警告的回应,但实则透露出美国在此问题上的谨慎态度,和对后果的深重考量。 然而在俄乌战场的另一端,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处境,却显得愈发尴尬和危险。 据多方消息透露,泽连斯基已做好在俄军逼近时逃离乌克兰的准备,这一传闻不仅让乌克兰国内的反对声音更加高涨,也让国际社会对其领导能力和责任感产生质疑。 事实上当前的顿巴斯局势,对乌克兰军队来说已是岌岌可危,俄军已包围乌克兰斯克,一旦布克罗夫斯克失守,乌军的补给线将彻底崩溃。 哈尔科夫和敖德萨等重要城市,也将面临无人防守的困境,正如波兰将军帕切克所言,乌克兰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境,而泽连斯基的逃亡传闻,更是加剧了这一困境的严峻性。 在此背景下,我们不禁要问,美西方国家是否真的会为了自身利益,而至乌克兰于不顾,泽连斯基又能否在关键时刻承担起领导国家的重任,而俄罗斯又将如何应对这一系列复杂多变的局势?